今天的话给大家讲的是一个节的第七节课 就是我们前几天把节的其他东西讲了 昨天的话讲的是一个 就是前中期的一个处理 今天的话再来讲一下大家中期的一个处理方式 首先的话我们先了解 要了解一下就中期的一个玩法 基本上只有两种 就第一种是跟团 第二种单代 除了这两种玩法 没有其他玩法 对不对 你要么就是去带嘛 要么去跟对于团嘛 要么就是边单代的时候边跟团 对不对 怎么样都是说离不开这两点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跟团的意义和一个单代的意义 跟团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是跟队友一起打团 赢了直接拿塔拿龙 是赢游戏最简单的办法 这是跟队友一起团的一个意义 单代的意义在哪里呢 单代的意义在于违位救赵 利用结单条墙的一个优势去杀人拿塔 让敌人推进时 总要考虑到一个结正在偷塔 这的话你们在平常路人局应该碰到说很多玩艰森 或者玩蛮王的英雄 人他会这样去做 就他队友团 就算团灭了他也不来 因为他来团的话反而重用不大 但他去当大的情况下 你没有人可以去守他 他大的时候就说 你们在打团 他在打 结果你们逃完了有可能团赢了 但是你看到蛮子都拆到你们高地人必须回去 这就是一个单大的意义 就是主要打一个违位救赵 利用我们结单条墙的一个优势去牵制地方 那别人一直考虑 有个结单代 但别人来抓的话 你又能跑 他不来抓你 对吧 一个人来找你 你可以把他杀掉 两个人来找你 找你 你可以跑 三个人来找你 那你队友那边可以开团 因为毕竟如果正 就是来找你的人 已经多到了三个之多的话 那你这个 那个另一边的人 就是我另一边有四个队友 而敌方的话 只有两个队友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三个人来了下落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队友是四打二 那肯定是随便打 就是我们一个中期的两种玩法 然后说完这两种玩法之后 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什么时候去跟团 和什么时候去单代呢 这里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跟团的三种情况 以及单代的四种情况 首先跟团的话是什么呢 第一种团战打得过 你要可以去跟团 而不是说我团战 对面的阵容 团战比我猛 对面什么诗人亚索这种英雄 比我们团的猛多了 我们还硬着头皮的去跟别人打团 那这样的话就像于 对吧 就是无脑的送 对吧 就是说你团战打不过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跟团了 团战打得过 如果团战有希望能打得过 我才去跟团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的话就是敌方开团 就强开太厉害 就是我们团战 虽然打不过 但是敌方的一个强开能力 非常强 就是说敌方有什么 黄子青刚颖 这种强开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英雄 你去带的时候 他根本不管你 他就立马把队友开了 就你队友守不住塔的情况下 你也得去跟团 那队友守得住塔 你才能去这个单代 就队友连守塔 守塔的时候 别人直接强开 守不住塔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你得去跟团 这是第二种跟团的情况 第三种 就是说最惨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什么 单代的时候 你谁都打不过 那这样的话 你单代的一个意义 就非常小 因为你单代的时候 总要提醒交代 对不对 如果我是只打不过 敌方的某一个人 那这个 这一个人消失在地图上 我才才会跑 但是如果 对吧 每个人打不过 那地图上只要 敌方只要有一个人 不在地图上 我都得跑 那这样的话 带线的时候 对吧 就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吃不到太多经济 你每推完一波 敌线就要考虑 敌方有没有人来抓你的 啊 这你谁也打不过的情况下 那你也是跟团 跟着队友去混一下 你的一个装备和人头 把你的一个装备混起来 就是单代 不过跟团的三种情况 再来说要单代的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什么呢 团战完全没希望 如果我去团 也打不了 不去团也打不了 那这种情况下 你去团也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很多人就说 我带的时候队友老是被开 但是团队又打不过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你已经知道团队打不过了 既然你去也是输 不去也是输 那你还不如不去 对不对 你去的话15个 你不去吃4个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是减少了一定的损失 而且你在单代的过程 你还能额外的吃一点兵线 对吧 所以说这一点 大家不要纠结 就你团站完全没有希望 你就不去算了 让他们送 对吧 因为你过去也是输 你不过去也是输 那你不如不过去 减少一个人的死亡 死亡数 对不对 这是单代的第一种情况 就是团站完全没希望 你就去单代 第二种是什么呢 不确定团站是否打得过 你要去单代 就是说这把 我们虽然有可能有小优势 但团站不一定打得过别人 或者说我们是军事 不知道能不能团过的情况下 你这个时候贸乱的开团 是非常 就是说是非常冒险的 你可以一看那段职业比赛里面 你会发现他们团站基本上打得很少 除非是遭遇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确定这波是否能 真的能团过 对不对 万一团不过 那我这波一旦被团灭的话 就要掉小龙 掉大龙 掉一个先锋 掉塔 对吧 那这样的话损失就太严重了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确定团站能否打过的时候 先单代 你确定能团站能打过 你才去跟团 这是第二个单代的一个情况 第三种 就是跟团零作用 就是说这把队友团站打赢打出跟你没关系 那这种情况你也可以说不用去跟团 就不是说把队友四打五的人打赢了 你还过去干嘛呢 过去混几个KDA 看浪子的战地可能更好的 或者说队友 有可能打不过 但你过去也骗不了技能 啥都用都没有 进去就秒躺 就是说你这把节一杠七了 你打团的时候进去就秒躺 没有任何中约球 那你这个时候再去跟团也没有用 而这是第三种跟团情况 就是不那个单代情况 就是跟团一点左右没有 那你也去单代 然后还第四种 就是我们最良好的情况 就是我们单挑无敌的时候 这时候你去单代会更好的 因为你截这个英雄 他是个刺客 刺所有的刺客 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的必定 就是团站都不怎么好发挥 对吧 那这时候怎么样去逼 那我们这个点不好发挥 我们想的不是说把它做得更好 而是想去如何避免他 对吧 就是当我们的节非常顺 单挑无敌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去打团 有可能发挥不出你单挑无敌的优势 只能说发挥你那个团在烈士的一个弱处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第四种 单挑无敌的时候 你也可以优先选择单代 但如果队友不给你 当然就是说你带的时候 队友不管他打不来过队友都要看 那这种情况你还是得去跟他 因为队友死完了 你一个人也做不了太大的作为 除非说你知道你知道这波打不过 那你可以不去 如果你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的话 那你还是先跟团试试 是吧 团不过就去单代 团得过那就跟团 说白总结来说就这两点 就你先跟团试一试 看能不能打得过 打得过就去团嘛 如果打不过就不团嘛 这个就这么简单 好吧 所以总结的话就基本上说说跟团和单代 哪个是我们的强项 我们就优先发挥哪一个 一般的话 因为有的人是这个招玩师的话是因人而异的 那有的人玩节他比较会打团 有的人玩节比较会单挑 比较会秀 对不对 那你一个会单挑不会打团 我要去强行打团 反而会 说遮盖你的光嘛 对吧 说还是看自己个人 看你个人 对吧 更擅长于哪一种作战 如果你会跟团 你会的话 你玩节打团之中 切DC对吧 切得非常顺利 而且切入时期找的非常好 那这时候你就去跟团 那如果你是一个对吧 这种单代老是死的人 那你也去跟团会更好一点 如果你对吧 单代的时候从来不会死 而且能起到很好的一个牵制作用的话 那这时候你就去单代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风格问题 看你们的哪个是更适合你们的一种打法 好吧 这是一个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就是跟团以及单代的一个注意事项 跟团的话 我们要注意两点 第一 团战是否打得过 是否打得过的话 会决定着我们是打进攻团还是防守团 就是我们团战如果打得过 那么肯定打进攻团嘛 打不过 那么只能打防守团 对不对 如果要跟团的话 肯定这样的 第二种就是阵容里面是否有强开 是否有强开决定逼团的方式 就阵容里面如果没有强开 那你只能利用大小龙来牵 就是把别人拉出来打 如果阵容里面有强开 那你可以直接去推他 因为你们应该有 平常有发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这边虽然有优势 但是推不掉他 因为敌方的一个法师 守塔能力太强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学会把别人拉出来打 就利用大小龙来逼团 就是我们对面中单是个障碍人 有可能我们前去对线上 杀了几次扎人 但推打的时候还是被这个扎人 很容易就阻挡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硬推他的话 肯定是很难推 因为扎人轻平性能力太强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把别人拉出来打 这就是阵容里面是否有强开 要决定在你在哪里打团的一个位置的问题 好吧 然后单代的话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点带哪条路 以及我第二点 我会不会死 这是你单代的时候 要一直想的东西 一般带哪条路呢 就是说你打得过哪条路 你就去带哪条路 就是说敌方的上单再下路 我打不过他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去带上回好一点 因为你强行跟他对着带的话 他有一个B线权 他无论是资源还是这个跟单代 他都是有优势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单代就没有意义 知道了吗 那这是第一个要想的事情 就是尽量带你那个能打得过的那条路 第二点就是我会不会死 就单代的时候你要注意 注意小地图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后期节的攻击率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算不不用一直盯着小兵 玩那个小兵基本上刀还是你因为你攻击率比较高 所以说这时候你更多的是考虑看一下小地图 以及看一下有没有人来抓你了 有人来抓你就跑 没有人来抓你那就继续带 而是一个第二点 然后单代的时候队友打起来怎么办呢 有两种办法解决办法 第一种如果没用 就是说带的时候队友打起来的我过去赶不及了 或者说我打就是我带的时候看到队友已经死得零零散散了 过去也拯救不了他们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可以直接不去继续带就行了 如果有用 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到底是过去收人头的收益打 还是继续带线的收益打 就比如说如果这波过去顶多只能杀掉一个人 而且这个 这个有个人让队友这个打赢这波团 那我们就这时候就过去 如果我过去只收到一个人头 但是队友还是依然打不过这个团 那我们不如推他 因为一座塔的话基本上相当于一千左右的一个经济 但一个人头只有三百块钱 那塔的一个经济肯定 塔的一个经济和一个塔的一个重要性 肯定是比较人头大的 那不要说对吧 对面就我的队友已经把别人 就说四个人把别人杀了 只剩下一两个残血 在他跑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跑过去把别人残血过去收掉 那份那么远的路径 你把别人残血到这样意义是不大的 对吧 那这时候你就应该推塔 如果我队友 这个时候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过去就立马能扭转局势 那这个时候就过去 因为这时候带来的收益是非常大的 比我推着塔的一个收益要高 对吧 这是一个 这个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中期的处理 就是就是关于对吧 就是把这个单带与一个跟团两点展开来讲的 就是说对吧 有什么注意事项以及有什么重要的点 然后这把我们给你看是什么叫跟团的一个情况呢 就比如说这把对面是一个猴子 对面是一个猴子 这个就是还有一个暴女 谢鬼 EJ和圣 EJ和暴女 这两个英雄在团队中的一个作用 肯定是就是不说EJ 暴女这个英雄在团队中用肯定是非常小的 对不对 这是这是虽然他们的阵容 你看这时候比分上 他们的一个就是防御塔的一个数量上 肯定是领先 我们说他们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虽然我们人头比他们多 但是我们的防御塔落后了 这是经济上还是有劣势的 但是为什么这把我选择 就在我们团队是烈士的时候 我还要去跟团呢 因为这把对面打团的时候 有一个没有作用的一个点 就是暴女 但我们这边是什么 石头人 猪女 小法 加上一个女枪 这四个英雄都是有非常厉害的一个团战大招的 对不对 像这种我们团战比别人厉害的这种 即使是我们是烈士 那我们这个时候还是 那个不能去当然只能去跟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团战最厉害 不就你们这个阵容 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 你不能 你不能去把你的一个 就是说弱点去给别人展现出来 对不对 你这个阵容里面什么是优点 那你就要发挥什么 发挥什么东西 对不对 至于如何看自己团战力不了 就是看你们 平常打牌的时候 如何判断自己的阵容 团战力不了 就主要看你们的一个团战大招多不多 对吧 团战大招多的 一般的打团都厉害 团战大招少的 一般打团都不厉害 一般 当然这是一般情况下的一个解释 就比如说这把 我们团战就是比对面厉害 你看 什么十人加十人 这个是猪女 那十人大几个猪女大几个 然后女下在后面掉下大招 那这个时候我们过来的时候 只需要随便恭喜你输出 就赢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学生去跟团 而且这把的话 因为我们有强开 所以说我们可以选择 去打一个进攻团 或者说一个塔下的一个月塔行动 但这把我们是猎死 所以我们只能打一个防守团 你看比如说这波 就等敌方推我们高低的时候 我们就打了一个防守团 对不对 我们有优势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打进攻团 但这把第一 我们要考虑是否跟团 是跟团还单单 对不对 刚刚第一点我们考虑 为什么要跟团 因为我们这把团战阵容比别的猛 然后第二 我们要考虑就是 这样对吧 就是说打进攻团还防守团 你看这把很明显 我们是猎死 那么就只能打防守团 对不对 就是我们要想的两点 如果我们是优势 那我们就可以主动的推 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团战比别的猛 而且我们是优势的情况 那么可以直接果断的抱团 去推进敌方的塔 但我们如果团战猛 但是是猎死的话 那你就只能等别人先来推 这样的话也同时可以发挥出 你的一个团战的一个优势 我们团战是不是就非常简单 食人 食人配合上什么猪女 还女强 几个大招放完就赢了 这个是特别是低分段 非常好用的一个阵容 低分段 比如说那些玩压索的人 通常选出压索之后 都会说 都会跟你说一下 对吧 要你拿个十二人 去配合他 为什么呢 虽然这样 对吧 不太好 但是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 就是这个阵容是非常无脑的 打团的话 只要你大招放完就赢了 而且低分段的一个站位 以及反应能力都是比较慢的 或者是站位是比较这个集中的 就是说看到敌方 食人有可能还不会分开站位 导致了被食人一个打多个 还将他们反应非常慢 因为用闪眼 躲不掉食人大招 然后食人配合压索 直接大完 就是两个人把大招放完就赢了 低分段的话 推荐你们可以更多的选一下 团战厉害的这种 为什么呢 因为低分段 他对单带的一个 这个东西的一个执行力 是非常 就是说非常差的 对吧 低分段其实想赢 游戏基本上都是打团 你稍微往上打一点 那就开始有单带的一个牵制作用了 但低分段最好 最好用的就是打团 因为低分段呢 就是他就算有劣势 他也不会避开你 因为低分段的人 一般的头比较铁 就算劣势了 他还是要找你出来打架 因为他觉得 对吧 我要通过打架来帮回 他带线的话也是打不过 但是高分段不同 高分段他一旦劣势 他是不会贸然去找你去 这个开团的 而是他会一直用这个B线来牵扯你 就比如说这把这个第二把 就是我们的一个单带环节 单带的话 我们刚才之前就说了 就是单带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去唯唯就造去牵制别人 什么叫牵制呢 就是一个人来找我 有可能打不过我 或者说有可能你这个来找我人打得过 但是我可以 我的机动性比例高 我可以直接转线 转到中路去 比如说这把我对这个打的是一个天使 天使到后期的话 基本上是肯定是 结到后期肯定是打不过一个天使的 那这时候我们单带是为了什么呢 虽然天使就单带 就是为了把天使逼到这里来 因为天使虽然单挑厉害 但是天使这个英雄的一个弱点 什么 机动性非常差 虽然我跟他同时在在带 但是我带完一波兵线之后 我可以立马的去 就是说打个游击战 他来一下我就立马去中 这样的话他要么就舍弃这波兵 那我就不打 他不舍弃那我就打 因为他的机动性没有高 就比如说这波我退下 我把天使逼过来之后 然后看到敌方的人在中路 那我就直接可以干嘛呢 开着幽默 开着那个用W这个位移 直接快速的赶到中路去 但天使可以嘛 天使不行 天使这个英雄单挑地方没用 我不跟你打单挑 说白了就是扬长逼短 对吧 就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点 这个英雄有什么优势 你就尽量发挥出你的优势 就比如说虽然我知道我单挑不过天 但我不跟你打单挑 但我已经知道我打不过你了 我还跟你打单挑干嘛 你看我这里就 猪女和天使都在下路管 我根本不理他们 你看猪女来骚扰我也不动他 而是干嘛呢 直接开着打不开幽默 直接把敌方中路的一个辅助 配合上 就直接给他们两秒了 对不对 你看这波就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战术 而且我们这时候 其实团队已经非常难打 对面你看 对面是什么阵容 对面天使 猪女 船长 金格斯 还有一个鹿鹿 对不对 对面这个阵容打团比我们猛得多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还硬着头皮去跟别人打团 那简直就是自寻命亡 因为对面阵容团队就比你猛 就算他们的经济比你差 但你团队就打不过别人 为什么因为别人阵容就值钱 对吧 就算你比别人 就是说你们整体 每个人多别人 这个半个大姐 你都不一定打得过别人 为什么因为别人阵容就是值钱 我记得以前杰说娃娃就是也说就是阵容起码值几千值几千吗 那这个就好的意思吗 就是比有的阵容 他在某些方面就是比你厉害 就比如说我们这种 如果要值钱的话 他们只值一个单代的钱 因为我们单代的一个机动性比较高 但是如果我们打团的话 就是说天然的团战之前 我们就会落后他们几个半个大姐 因为他们这种团战就是比我厉害 你看这的话我就非常聪明 我先利用我带下路 对吧 去声带 去把敌方的一个天使勾引回来 然后再利用我的机动性 直接走到中路 然后去把敌方的一个ATC秒掉 秒完ATC之后 这个时候虽然把别人的ATC秒掉 我们是个五打师 但是我们还打不过 为什么 因为对面团战就什么 那我们选择干嘛 直接果断的B战 跟队友疯狂的打车的信号 然后去B战 B完战之后 你看我把中路杀之后 我再去代行 你看这天使 他就这样子就什么呢 就一个 是吧 顾此私彼 对吧 他顾着兵线 他的中路队就要朝阳 他顾着对吧 他这个顾着中路队友 那我这个又可以转线去代行 就比如说 他这波去中路资源队友了 那我又回来去一下代行 那这样无形之中 我就比他多次了一到两波的兵线 而且我的一个对吧 也把他的一个ATC秒的 拖了一下他们的节奏 对不对 这就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打法 对吧 这就是几个非常聪明的人打法 这个无论你是优势劣势 都是一样的 你局势上优势和劣势 是对我们的一个担待和跟团的一个注意事项 是没有影响的 对吧 你看这把我记者非常聪明 我们再来重新看一遍 对吧 给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是在下路担待 这时候如果来的是个ATC 那我肯定把他杀了 但来的是个天使 我打不过他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打不过他怎么办呢 那我就利用我的一个机动性去转线 对不对 这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单代的时候要发挥的东西 所以单代打不过可以 单代最主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死 首先你是第一点要保证不要不能死 第二点是保证什么呢 你单代的时候要把兵线尽量往升连单 就尽量把他带到别人塔下去 这样的话别人才会凑人来防守你 如果你不把兵线带进别人塔 别人是不会来防守 因为他觉得兵线没进塔 这个兵线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对吧 你要尽量把兵线推进塔 然后逼得敌方过来防守你 那这个时候你打得过别人 那就直接去 利用你的单挑能力非常强的 就是去把他杀掉 如果你这个来了这个人 你打不过干嘛 那你快速的转线 就不要在这个线上磨叽了 那一般打得过截的 机动性都没有截高 机动性没截得高 高的人一般都打不过 不就机动截 机动性比截高的人 一般都打不过截 机动性没截得高的人 虽然截打不过 截可以利用机动性去转线 比如说天使 机动性不如我 但他大尿了过我 对不对 那我就用我的机动性就跟他打 如果来的是一个什么 那个 这个 对吧 拿这个是 比如说一般来上单的话 一般是一个 路 肉 肉型的一个英雄 对不对 我说 我就可以打得过他了 或者说来的是一个脆皮 那我就可以直接把他杀掉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一个截的一个优势 一般 要么来的人 要么就是单挑打不过 要么单挑打得过的人 基本上机动性都比不上 对吧 一般 现在单单的人 一般都是上单嘛 对不对 一般上单 几个比较常见的 什么武器 刀妹 见机 你想一下这几个英雄 哪有哪个人跟上跟得上 结了一个游走速度 对不对 虽然他们这几个英雄都能单挑过节 但是他们这个 这个跑图能力是没有结枪的 碰到这种这类型的 就你打不过的类型的英雄 那你就利用人自己的机动性去转现 去又让他对吧 让他这个就忙不过来 如果碰到那些打不过你 那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他都打不过你 你就给他杀了嘛 对不对 来的人你打得过 那就把他杀了 打不过 那就开始转现 这是你利用结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优势 好吧 这个单代的话 我们是讲的一个比较多的 因为跟团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因为跟团的话 只要让你们知道 你团单打得过 你就跟团 就这么简单 一句话就行了 但单代的学问是非常多的 这里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对吧 单代要注意的一个几个事项 好吧 我刚才好像没有切过来 我们重新讲一遍吧 啊 你们这今天都没来 所以说那个弹幕没有人提醒我 行吧 那我再重新讲一遍 跟团和一个单代的一个注意的东西 什么时候单代 就比如说这把 就比如说这把 这把我们那个阵容 虽然我们局势上是一个劣势 局势上是一个劣势 虽然我们局势上是一个劣势 但是 但是我们阵容比对面厉害 那我刚才讲的时候 黑瓶你怎么不讲呢 我以为我讲了 对这个视频讲了半天 结果你们没人提醒我 那个说的问题 好吧 这把我们再来讲一下 什么时候跟团 就比如说这把 虽然我们局势上是个劣势力 比如说对面已经推到我们高地了 我们高地塔的已经快没雪了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一然决然的选择跟团呢 因为我们这边的团的这种比对面厉害 你看我们这边 石头人 猪女 女枪 小法 对不对 这四个英雄 这四个英雄都是团队非常厉害的英雄 虽然我结团队不厉害 但是我四个团队厉害的队友 那就是我团队能随便打一点 输出就赢了 对不对 就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直接跟团 因为你不跟团的话 队友不一定有那种开团的勇气 就比如说如果我碰到这把 我们团队非常厉害的阵容 我跑去淡带 队友看到我淡带的时候 他有可能不会主动的伤 因为他知道 对吧 他有可能觉得是四打五团队能打得过吗 虽然有真的有可能打得过 但他们自己是会退缩的 对吧 因为你没有过去给他们勇气 有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对面的阵容 虽然对面现在虽然是优势 但他们阵容上打团打不过我们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去跟团 对面有三个 但对面三个没我们厉害呀 对不对 猴子是个英雄 他的一个开团能力 是没有石人这么强的 对不对 猴子过来EAQ 他R之后 他R的第一个人 后面有人很难R的 对不对 他不像蛇人 那么突然可以同时R几个 对不对 这是第一 你说的一个猴子 第二的话 是也一个这个蝎鬼 蝎鬼的团战 虽然固然很猛 但是碰到我们这个阵容 它是很难进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猪女和蛇人会连着他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敌方 这把有一个非常团战 非常废的一个暴力 虽然对面也有三个团战 较为厉害的 好吧 一般严格来说 只有两个就是猴子加蝎鬼 好吧 我们这边有四个团战比较厉害的 首先这是一个团战厉害的英雄 数量上是比他们多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什么呢 敌方有个团战非常废的暴力 玩过暴女的人都知道 团战就暴女真英雄 团战除非是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追人的 就是追击战 暴女很厉害 但是正常两边的一个拉扯战 或者强开团的一个战斗 暴女是非常弱的 暴女是个哪种团战呢 团战之前暴女躲到彻翼 去用QG能poke 然后打团的时候 队友把面打散 然后他利用他一个收割墙的优势去打团 但是如果在我们这种 强开团能力非常强的一个阵容的情况下 暴女在团战是没有任何发挥的 对吧 这是第二点 第一点是我们团战厉害的人比他们多 第二点就是敌方团战废的英雄比我们多 虽然我截打团不厉害 但我截打团起码比暴女要厉害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把我们就会选择跟团 这是我们一个学会一个判断局势 因为虽然即使是劣势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阵容优势可以弥补上我们前期的对线 因为一般团战厉害的人 他前期对线都没有那么强 不然的话让你对线强团战也强 让别人其他英雄这么活 对不对 就比如说阿木木 木木在野区确实是非常弱的一个英雄 但是他打团猛 为什么称之为狮人 混分居说 狮然对线弱 但是他团战也猛 对不对 所以有些阵容 他就是适合打团阵容 至于如何去判断自己的阵容 团战力不得下 就是看自己这边的团战的一个大招 有没有敌方多 好吧 一般情况下自己这边团战 大招比对面多的一个阵容的话 一般团战都是比对面厉害的 就是即使这个时候是烈士 你也可以去跟团 对吧 就这种团战阵容 你是必须跟团的 不然的话你不在 队友是不敢去强开的 就你看这里 我都要利用我的一个能力 去把敌方的一个一真秒的时候 你会发现后面的团战很简单 我一个人 把一真秒之后 你会发现后面团战很简单 四轮 大了两个 然后小法在这里矿了一个一 然后女下在这里丢个大刀 这波我们的作用就干嘛呢 就把一真秒了 然后剩下就赢了 什么都不用管 对吧 就算我没 我就敢这样说 就算这波我没有秒掉一真 敌方在这个地形打也打不过我们 因为他们这个 就我这波起最大的贡献 就把他们拉在了这个 非常狭小的一个地形里面 对吧 就算这波我没有把一真秒掉 但这波也是赢了 为什么你看这ez就这么连续 死人大过去他肯定也死了 对吧 而且低分段的反应还更慢一点 也还不一定反应过来 就算有闪现 而且这波ez是把闪现叫的 对吧 就算我们也把ez打死人大过去 女枪跟个大招 他们就没了 对不对 你看他们这后面是有没有 你说泄鬼弹战是厉害 但是有什么用呢 在我们这么强的一个控制面前 泄鬼是很难进场的 对不对 泄鬼弹战厉害是建立在什么呢 建立在敌方那种 风筝能力不强的时候 泄鬼打团非常厉害 但如果你们自己 如果玩个泄鬼的话 你对面的阵容 如果是什么妖姬 EJ这种疯狂位移 疯狂拉距离的一个英雄 你会发现泄鬼打团其实很弱 为什么 因为你永远地碰不到他们 碰到那种拉扯阵容 或者控制非常多的阵容 泄鬼打团是不厉害的 泄鬼打团厉害的是在于那种 就是控制比较少的这种 泄鬼是很猛的一个英雄 但在那种 减速 控制非常多的这种 泄鬼是很难发挥的一个英雄 只能说 别人有可能打不死你的泄鬼 但你泄鬼想碰到人也比较难 这是我们一个跟团的第一局 第二局 单弹 单弹的话 我们还是这里也是一样 分析一下阵容 这里我们的阵容是什么呢 杰 暴女 诺克 这个女警 莫甘娜 对不对 首先不说了 杰和暴女 两个团队 基本上都是 作用比较小的 如果你杰完了好 团队作用还是比较大 暴女这个英雄 无论玩得好 基本上团队的作用 都是比较小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 打个中期节奏 这个英雄 就是 我们两个点 刺客的话 一般打团也不厉害 就是我们这里 首先就相当于 有了一个团队废物 和我一个团队 不这么厉害的一个英雄 然后这里 对面的我们的上单是诺克 诺克这英雄打团的话 还算是比较厉害 但是 再看一下对面的阵容 诺克这个英雄 上打团比较厉害 以及莫格纳打团也比较厉害 但是我们这边 就是说阵容刚好被没客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敌方的阵容 看有没有按金分板的时候 这里我们就对比一下阵容 好吧 首先 上单是诺克打这个船长 那自然不用多说 虽然诺克真雄 团队厉害 但是他是 厉害是建立在 跌出旋路的时候 厉害 对不对 但你看对面这个阵容 他能跌出旋路吗 对面三个远程 一个船长 船长其实也 打团的时候 也相当于一个远程 因为他也不会上来 哎你的 他就在后面丢筒 对面相当于四个远程 一个进展 他想跌出旋路 就是非常难的 第一我们的上单 跟对面上单比较 好吧 这个船长打团肯定比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比这个 诺克要厉害的 毕竟有一个一进的 那个 这个 远距离poke 以及一个大招的 一个分割阵型 然后 打野 暴女 对上一个 中女 那这个自然不用多说 对不对 自然不用多说 那个中女打团 肯定是要比暴女厉害的多的 然后中单 我虽然跟对面中单战阶一样 但是 在对面有天使的强下 我去打团 你说我能有什么用吗 对不对 除非我能做到一个WQ 可以直接把别人秒掉 那这样的话 我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打了一个26分钟 你想一个WQ 就是说你想 有可能你的伤害够 但是你想走到别人 脸上去放WQ 基本上是不现实的 对不对 虽然就算有可能 我一个WQ 可以把对面Edison秒掉 但是 打团的时候 他会给我那个距离吗 对不对 也不会 就是说这把 我是个中单截 有个对线上 不输天什么 但打团的时候肯定是被天使磕得死死的 对不对 我R谁他就R谁 一点办法没有 我R猪女的话肯定不会给猪女打的 因为我根本秒不掉猪女 这是一个中单 对吧 虽然我战绩上跟他差不多 但是我打团的时候出人是远远不如他的 而且对吧 天使这个应用本来团的就可结 对线上有可能天使打不会结 但是团战是百分之百可的 然后再说到ATC 我方的ATC是一个女警 对面的ATC是金格斯 这两个英雄打团的一个重用是差不多的 金格斯打团的时候主要厉害在一个输出很高 女警打团的时候主要在于一个控制能力比较强 因为他的一个W可以限制地方的一个输出位置 然后双方的一个辅助 辅助的话 你会发现对面辅助是个路路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克制我们的英雄 对不对 我们这边是莫跟娜 但莫跟娜对面这种阵容莫跟娜肯定是不可能闪现进去开大刀去开团的 虽然莫跟娜的团的是大刀也是团的大刀 但是他是不可能闪现进去 因为他这时候没有机身 而且对面的输出输出的一个英雄基本上成型的 他没有机身的情况下 他敢进去输出基本上就被给别人直接秒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把就是在于我们阵容团战是没有敌方厉害的 有可能我们局势上是有点优势 但是其实这把是劣势 就算我们局势上是优势 也不一定打得过别人 因为那些团战厉害的阵容 他前期对线劣势一点很正常 他就是靠团战把自己的劣势帮回来的 所以这把我们就要选择担待 这把我们就打团的问题 我们会明天再来 最后一节课再来讲 我们今天主要讲什么时候去跟团 什么时候去担待 打团的细节处理 我们明天再讲 好吧 这是一个 为什么要担待的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刚才分析了阵容 这把就是团战中我们没有作用 那我只能去担待了 因为我们之前是团团过几波试累的 你看我们这个中路 为什么这个中路高地会掉 因为我们之前团了一波试了 是完全打不过的 被别人直接团了碾压了 那这时候就利用我们单带的一个机动性 去跟面打 你看我这里单带的时候 把天使逼到下路来之后 我就利用我自己的一个 幽梦的一个移动速度加成 以及一个山术鞋的移动速度加成 还加上我的一个W的位移能力 直接跑去的地方中路 把地方的一个下路二人组杀掉 这是一个单带 就是当你的团战 完全不可能打得过对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单带 而且单带的时候 如果来手里的人 是你打得过的 那就把他杀了 如果来手里的人 是你打不过的 那这个一般你打不过的人 他的机动性都比你这个要差 对吧 就是说天使剑机武器 当美这些英雄 基本上都单条都能打得过接 对不对 但是他机动性比不过接 一般能守得住接的 就只有两种 一般守得住接的 一般就是打得过接 但是这个机动性比不过接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 根本就是守不住接的那些英雄 守不住的 那就直接这个把他强杀掉 然后再继续推他 就行了 那相当守得住的 然后你就利用自己机动性 比他强的一个优势 然后直接去 这个去打一个唯唯纠招 对不对 我就是 其实这波 我就是把这个天使逼到下路来的 因为虽然我当然要打不过他这个时候 但是他的机动性不如 对吧 就是你玩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那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你就尽量把自己优点打出来 而不是永远去死磕自己的弱点 不是说斗尔杰 这个英雄弹的非常弱 我们这边弹的也 肯定是打不过别人 但你还是要跟别人死 头铁的去打团 那这样的话 你就是一直在跟别人送 给别人送团面而已 你看这里 虽然我们把敌方的一个ADC秒了 但我们依然不敢接团 因为对面团的就是比我们厉害 天使加露露 保个金格斯 就算在这个金格斯被秒的情况下 露露保天使就已经很恐怖了 天使这英雄本身就是一个 有可能一打五的英雄 而且我们这把阵容控制不是很多 看到没有 我们这把暴女 打也是个暴女 就以辅助一个控制 相当于就辅助一个Q型的那个控制 但辅助就让Q到天使的情况下 天使还是有A人的 就这种阵容 我们就非常难受 打团是非常难受 那我们就去担担 你看这里 他来守我 那我就去中东打架 他不来守我 那我就继续推他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顾此施彼 对吧 你比如说刚才 我在下路推他的时候 我们回退一下 比如说这波 他在下路 我在下路推打的时候 他过来守我 我就利用我的机动性去中东开团 然后等他来 等他来打架了 我知道我们团团打不过你 然后我再跑去代谢 这样的话 一天使就跟不上我 对不对 天使这个英雄的机动性 就是跟不上街 对吧 这就是我们结了一个单带的一个处理 碰到打得过的 那就把他杀了 碰到打不过的 那就带完之后 立马去转线去开团 对吧 你看刚才 我就直接一个人开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路是有五个人 敌方中路就两个人 因为刚才第一时间 我记得上路船长在大 下路天使在大 然后天使在大的同时 猪女孩来干干干扰绕我了 导致敌方中路就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随便打 然后等敌方的天使过来守我的时候 我又跑去单带了 这样的话导致天使又要 从中路跑到下路来守五 这样的话 他跑来跑去的时间 已经浪费了很多的一个发育时间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学明天 今天就主要讲的 哪种情况去打团 哪种去单带 团队打得过就打团 这个团队打不过就去单单 就是对吧 这是第一个判断的点 然后跟团的注意事项和单带的注意事项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跟团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 对吧 就说我们是优势团还是劣势团 优势就打进攻团 我们总结一下吧 就到这个第三个背景 第四个背景吧 就总结一下 一到中期我们想的就是什么呢 一直想的是 到底是跟团还是单带 我们刚才说了 什么时候跟团呢 团队打得过就跟团 什么时候单线 就团队打不过就去单线 不要问那种我这个团队打不过 但是我去单带的时候 队友不让我带 他直接开团怎么办 就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去了也打不过 那有什么区别呢 你去不去有什么区别呢 你去了送五个 你不去有可能只送四个 就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因为你这种问题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对不对 你带队友不让你带 团也打不过 那不如那这种情况下 直接点了 不要下一把呗 没有办法解决嘛 对带也带不了 团也团不过 那不只能下一把吗 对不对 那这种无解的问题就不要再问了 第二种就是 第二点就是想团 跟团怎么打 带线怎么打 跟团怎么打呢 就是优势团 就直接进攻推塔 当你是优势的时候 你就打进攻团 如果你是烈士的时候 你就打防守团 那这个 就是刚刚我们讲团队的第一点 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 在哪里打团 队友队伍里面有强开能力 那就可以直接抱团 推塔 就 在那塔下去团 都没有关系 当这个队伍没有强开能力 就是说没有那种 可以直接把团队开起来的英雄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学会把 利用大小龙把面拉出来打 就比如说 还是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就是 你直接打个仗人 有可能前期是优势 但你退不了仗人 那这种情况下 你队友队伍里面 也没有强开能力的话 那你只能利用小龙和先锋 这种东西把这个炸人拉出来 这样的话 你才能 这个把塔退掉 或者说 把他们杀了之后再退掉 如果你强行的去 要进攻一个炸人的塔的话 你会发现 久攻不下 导致你们经验会 这个慢慢落后 因为你五个人 退一个人塔 半天退不掉的话 那肯定是 五个人吃一条路的 一个经验和经济的话 肯定会慢慢的 把等级落下来 对不对 这我们一个跟团 第二点就是想的 跟团怎么打的 单线怎么打呢 主要就 单线主要 想的是两点 第一 带哪条线 尽量带那个 你打了过的那条线 这样的话 他就 他都要 多叫一个人来守你 这样的话 你队友会有一定的一个优势 第二点是 带线的时候 千万不要死 带 这个游戏 无论是任何情况下 死亡都是大忌 想赢游戏 尽量减少自己的死亡数 只要少死 你赢游戏的机率 就会高很多 第三点就是 三想 哪种方式 可以更快的结束游戏 就比如说 我带线也能 我跟团也打得过 带线也打得过 那这时候 我就要再想 到底是跟团赢得快 还是打团赢得快 当然一般建议你们都是 跟团会好一点 因为单代上面要注意的 事项会更多一点 当你们团战打得过的时候 你跟团就随便打就行了嘛 团战打得过 队友对吧 这个在那里 随便贡献点技能 你在那里随便贡献点 伤害就赢 那团战肯定是最容易赢的 对吧 当然如果有些时候 团战虽然打得过 但是略微有一点艰难 那这时候就可以选择去带线了 就主要看带线和跟团 哪种更容易实施一点 就两种都打得过的情况下 你看哪种多少 这个赢得更轻松一点 哪个赢得更没有风险一点 然后明天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讲 截着跟团战 到底该怎么去打 好吧 明天不是 我这里给你们视频 都不是实操吗 这都是我的实际操 只不过我说 我都把它截下来了而已 对不对 这都是我自己的操作 行吧 我们明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截着一个团战 我们今天的话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